大家好 今天呢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题材 关于 暑假的时候呢 跨城市租房的问题 那我现在为什么在一个很不一样的场景呢 因为最近就是期末考 所以其实我的社友们就是 不定时会休息 然后学习之类的 所以呢换了一个地方就不想要打扰到 我原本宿舍里的人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我要先来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会 突然想要录这个题材 就是因为我几个月前不是去上海实习的吗 然后我就在上海大概就短短 就是住了两个多月 然后就很多人最近都私讯过我说 就是我当初上海的房子是怎么找的呀 就是他们最近暑假也想要跨城市去实习 就一次性的来解答大家 经常问的那几个问题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这样 分享呢会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就是去哪租 第二个呢就是怎么租 然后最后呢我会再提醒一些 我觉得大家该注意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就非话不多说开始吧 第一个呢就是去哪租 假如说你是短期的像我一样 那对我来说短期就是三个月以内 对通常实习都要求三个月吧 对但是假如说你跟我一样 就是很不幸三个月以内的人呢 你就可以去Airbnb去租 这是我首推的就是我自己就是在Airbnb上面租 对那Airbnb的好处呢就是第一个他平台的交易费用比较低 而且你可以就是私底下加房东的微信 然后自己去协调然后去跟他视讯啊 然后去询问一些房子的状况 对所以他的特点就是你是直接跟房东去对接 对房东自己也会比较了解房子的状况嘛 那假如说你是在其他的一些租房软件上面找的话 自如啊练家等等的 第一点就是他们的短期都是六个月 就是半年才是他们的短期 对而且他们一次就要付好几个月的押金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他会收比较高的平台费用 假如说你真的是像我一样两个月的话呢 他基本上没有那种一个一个月的选项 而是说你住两个月就等于60天 然后一天的费用可能是100多块钱 所以这样等于就是更贵 而且平台也会收很高的费用嘛 所以就是对于短期的人来说就是真的不太划算 而且重点是租房平台的话 其实跟你对接的都不是房东本人 而是仲介 所以呢可能那些仲介自己都不是很了解房子 他只是想要赚你的钱而已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 花一点时间去跟房东去了解一下 那个房子的状况会比较好 像我自己在上海的状况的话就是 我在Airbnb上面就是找了那个房子嘛 然后看到图片不错评价还不错 然后呢我去私底下联系房东 然后房东就给你他的WeChat 然后你们就可以私底下交易 我就少付了平台费用 我就是直接付 我的10付就是我实际的房租 对 我也没有就是像其他平台一样 就是要一次付好几个月的押金 我那时候就是住一个月付一个月 对所以呢就是看你的房东 私底下跟你协调怎么样 再来的话呢就是找摄友 找摄友的话其实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呢就是你去朋友圈问 说欸谁是谁 有没有跟我一起要去某个城市实习啊 可以一起找房之类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小红书 我原本完全不觉得小红书可以找到摄友 可是真的我在小红书有找到摄友 可是我最后跟他没有一起租 但是真的小红书有很多那种 可爱的小妹妹小姐姐们 就是他们都就是会一起找租房的人 当然网络上有很多骗子啊 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还挺相信他们的 因为而且他们都 而且小红书的账号其实都还挺真实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不怎么会被骗 反正呢小红书也可以找摄友 然后关于摄友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假如说你自己懒得找摄友 自如跟恋家有个优点呢就是他上面的摄友 是已经固定的就租房的话有两种嘛 第一个是整租一个是合租 整租的话就是整个房间整个家都是你的 那种就肯定比较贵一点 再的话就是合租合租的话就是 你是租其中一个房间 大家可以一起共用客厅啊厨房那一些 那就是合租合租就会比较便宜 那假如说你懒得找摄友的话呢 合租他的平台上面就会已经有 其他摄友的讯息 合租的话有可能你的摄友会有异性的 你就要去看 那你就要自己去衡量说 你可不可以接受异性摄友这样 所以就是看你哪 你如果可以接受有异性摄友 而且你还不认识的话 那你ok就ok 但是你也可以就是在朋友圈拉几个 你认识的人 然后大家都是同性的 然后一起找个房子租 那也是可以 对 大家的话就是怎么租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先了解自己的需求 还有预算 然后呢再去找房子 就会效率比较高 那需求的话就是 第一个就是房子的地理位置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房子的条件 那地理位置的话就是你房子 可能要找在 地铁站附近或是公交站附近 然后附近呢 有没有一些生鲜外送之类的 那像我自己是很喜欢自己下厨的人 所以呢对我来说 生鲜外送就非常重要 所以你不要想说 我到别的城市实习 我可能会自己煮饭 但是你到那边发现附近没有生鲜外送 对 或者是生鲜外送很远 运费很贵之类的 所以这种东西可能就要 就是自己先注意一下 因为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生鲜外送 不然的话就生鲜外送 你可能要叫抛腿的 那种就很贵 那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你需不需要换线这件事情 就不是说你家里离地铁站近就好 你从你的家到那间 那个目的地是需要换线的 那你可能就要注意 因为可能地铁地图上面是显示30分钟 但其实它没有把你中间换成的时间 就是放进去 那像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 有一些那种中途转运站 就是大站 其实都说要走十几分钟 而且人多的时候真的寸步难行 假如说你真的跟我一样 不想要花很多时间在换站的话 你就一定要选就是同一条线上面 尽量就是一站就是做到底的那种 就会比较好 房子条件的部分呢 就是有没有厨房这件事情 那其实合租的话也是可以下厨 因为通常会选择合租的人 都是自己不怎么下厨的人 对 但是就看你可不可以很自在 就是你煮饭煮到一半有人突然从房间出来 你不会觉得很尴尬之类的 对 但我肯定会 当初在上海选的房子就是 我的房东就是我的社友 对 反正你就是跟他朝夕相处 然后大家一起用同一个厨房 就是我觉得不会怎样 我就可以接受 对 最后呢小叮咛就是 大家一定要在入住前呢 先找好你住的地方附近的医院 对 这样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呢 你才可以立马就是跟司机说 我要去某某某医院 而不是像我一样 当初就是在上海不是受伤吗 然后就是边流血 然后还边查 然后边打电话给房东说 请问一下要去哪一间医院 怎样怎样怎样 反正就是那个时候 事前必须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好 对 然后假如说你是一个人租房的话呢 你务必把你房东的讯息呢 给你身边的好朋友 或是重要的人 送上呢就是我所有 几个月前去上海租房的心得 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对 那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去跨城市实习真的要花很多钱 其实没错 就是假如说你去的城市是什么 北京上海真的会花挺多钱的 但是呢假如说你去的公司 刚好就是非常好有房屋补贴的话呢 有房补然后又有免费三餐 然后又会供你一些什么免费咖啡啊 免费健身房之类的 然后呢你重点是你也有实习津贴对吧 所以其实一个月不会倒贴太多钱 但是这种东西真的就是因工作而已嘛 因为有些真的就是什么 什么都有什么都补 有些就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三餐要自己付 然后工资才50块钱 真的有一些公司就是一天50块钱 这是一个trade off嘛 你如果觉得你拿到很少钱 但是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很棒 那假如说实习机会没有很好 就是你不能学到很多东西 那你就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去跨城市实习 对吧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trade off 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提过外话 我前几天呢去把它制齿 所以我这边脸还是有一点肿 所以大家不要介意 我特意用这一片头发把它遮起来 嗯哼 我今天就是赶紧拍这个影片 因为我明天又要再去把另外一颗 所以到时候就是两边蓬起来 对 所以呢大家肯定会说我怕啊 怎样怎样怎样 好啦不管 拜拜 哦 哦 time baby that you make me feel fine